真爱碧莉 永远美 冬青街台 为了推展新一乡的观光 新一乡公所特别利用达马南桥旁的一块空地进行栽种 经过一段的时间 不但园区整修了相当舒适 再加上目前正值花开的季节 公所也特别举办新一乡卓岸花海 揭幕启用仪式 那我们在这边在卓水溪 在地利村这个达马南桥旁边的占地 约有两公顷的土地 那因为这一块地其实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土地 那是土石流冲击冲刷下来的 那经过公所跟地主 就是有差不多七八户的地主来合作 那打造一个新一乡首创的花海 那目前所种植的话 因为季节因为气候 那我们也努力了 那目前在开的有波士菊 还有孔雀菊 还有百日草 那还有一些那个油菜花 客长也表示 目前竹王花海正值花期 直到四月中都有花可以欣赏 也有停车场来提供给游客 免费停车 希望可以带动地方的观光经济发展 那我们这个花期 主要是从三月中旬一直到四月中 我们在达马鸾桥有设置告示牌 那有免费的停车场 那整个活动 整个花海的欣赏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游客 可以除了去顺道去采访 去玩七彩吊桥之外 也可以来到花海 那也让这个地方的产业能够促进 这样子 那在这个占定 差不多两公顷的部分 那我们因为地主 他们会看 如果说真的有游客 人潮多的话 那我们市集的部分 还是会交给原来的地主 让他们去展示当地地利村 或者是整个谭南 双农 人和的农特产 先议员琼采 感谢公所推动地方观光的用心 也欢迎民众来欣赏 新一项漂亮的花海 花海的部分 那从三月中旬开放 那一直要持续 因为这些我们种植的 这些花会相当的美丽 而且它的花期都很长 那我是说 在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的这些花海的部分 我们全国的观众再来我们双农吊桥 或者是我们这个卓水溪线 能够参与游览之后 的时候也可以来我们这个花海 来享受一下这些花花草草 在这边取景掰照 这边是相当美丽 相当漂亮的一个地方 公所也指出 目前正值新一项花海 绽放的季节 一路直到四月中都还有 欢迎游客前来欣赏漂亮的花海 记者邱平易新地采访报导